我是追七文中的深情男配 对女主死心塌地 为女主养娃 给女主当提款机和保姆 可当人淡如菊的女主代求跑找到我时 我觉醒了 看着高高在上的女主柳如烟 我故作深情道 如烟 如果你可以打掉这个孩子 我们就结婚 好吗 女主眼含热泪 捂着肚子绝绝地摇头 博达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他是我的孩子 即使你不帮我 我也一定会把他生下来的 好嘞 慢走不送 正文开始 柳如烟又和一腾成吵架了 他跑来跟我哭诉的时候 我一脸心疼 想着怎么教训这个混蛋 毕竟以技嘉现在的财力 搞垮一腾成 还是不在话下 他阻止我 不要 博达哥哥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 就什么也别做 我看着自己捧在手心的女孩 被一腾成这么糟见 就气不打一出来 如烟 离开他吧 我会照顾好你的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 喜欢你三个字还没说出来 就被打断 博达哥哥 在我心里一直都把你当哥哥 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我忍不住扯出一抹苦笑 这都第几次了 难道自己 在柳如烟心里 就只是一个哥哥吗 我不懂 也不相信他看不出我的心思 但我也不想逼他 只得软下声问他 那这次你来找我 又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看透一腾成这个渣男 那就是因为别的 他咬着唇 含泪看向我 扮上 才缓缓开口 阿诚说 你们最近在谈的一个项目 他很感兴趣 博达哥哥 你能不能把这个机会让给阿诚 我愣了愣神 东郊这个项目 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为了拿到这个项目 我几乎住在了公司 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现在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要让我把项目拱手相让 如烟 你知道的 为了这个项目 我几乎都没合过眼 我有些为难地看着他 博达哥哥 算我求求你了吗 这个项目没有了 还有下一个的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撒娇 似乎这个能挣上千亿的项目 只是个小玩具 随手就能送人的 我叹了叹气 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做不到 见我不依他 眉眼间染上了愈怒 显然是有些不满的 这时 一腾成的电话打了进来 只见一道阴森森的声音 从听筒传来 女人 你又在挑战我的耐性 柳如烟像是只冷起来了 朝电话那头大吼 谁让你在我来姨妈期间 非要和我做饭的 你是个大坏蛋 还是博达哥哥对我好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最后一句话 我心里毛毛的 那头显然是被气到了 要是再不滚回来 你就和那个舔狗过一辈子吧 不用再来找我了 柳如烟顿时慌了 立刻换上一副温柔讨好的神色 阿诚 你别生气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 一腾成冷哼了一声 树然挂断了电话 他收起刚才的温柔 怒视着我 纪伯达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不然你就再也别来找我了 没等我挽留 他急切地离开了 看着他消失的背影 我只觉得难过 为什么 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我 我忽然觉得没意思透了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柳如烟都没有再联系我 我想的 也许他想通了 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相处 就在我犹豫 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时 他找上了我 夜晚 敲门声响得不停 打开门 看见被雨水打湿的柳如烟 我一脸心疼地将他扶了进来 如烟 这么晚了 怎么一个人来找我 我有些关切地看着他 心里阴阴有些期待 没想到下一秒 他的话让我如坠冰哭 伯达哥哥 我怀孕了 什么 伯达哥哥 我被一腾成骗了 他原来有未婚妻 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成为私生子 柳如烟哭得离花待雨 气气爱爱 眼尾泛红 像一只可怜的小兔子 听到喜欢的女孩 怀了别人的孩子 我鼻子忍不住有些泛酸 更多的是生气 我撸起袖子 就要去找一腾成算账 他怎么能够骗柳如烟 这样单纯的女生 柳如烟拦住我 不要 伯达哥哥 不要为了我伤害到自己 心里划过一丝暖流 我眼眶忍不住慢慢变红 心疼地伸出手 想替他擦拭眼角的泪珠时 他后退了一步 伯达哥哥 帮帮我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如烟 要不我 那句 我娶你还没说出口 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 不要娶他 否则你会变得不幸的 我像是突然清醒了一样 愣愣地 看着柳如烟 他虽然在啜泣 看着好不可怜 可细看 就能看到 他眼底转瞬即逝的算计 我猛地冲进了洗手间 洗了一把冷水脸 是出现幻觉了吗 为什么我觉得 如烟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了 那一刻 一些不属于我的记忆片段 一股脑耳涌了进来 看完后 我沉默了许久 原来我只是追七文中的深情男儿 男主伊藤成成长的垫脚石 外面的柳如烟 是这个世界的女主 我家保姆的女儿 男主伊藤成 有门当户队的青梅竹马白婉婉 两人在一起五年 后来 伊藤成接手公司后 向白婉婉求婚 可惜被拒绝了 青梅出国深造 伊藤成郁郁管欢 找到了和白婉婉有几分相似的柳如烟 两人签下了替身协议 在相处过程中 两人日久生情 可惜就在两人情意正浓时 白婉婉强势回归 和柳如烟上 演了两女争一服的戏码 伊藤成发现自己 还是忘不了白月光 便和柳如烟提出了分手 还给了一笔数额庞大的分手费 可是 我们人淡如菊的女主 怎么可能会要这个钱 含着泪说自己和她在一起 只是因为爱她 走投无路之下 柳如烟找上了我 让我和她出国嫁结婚 受剧情影响 我欣然同意 想着在时间的洗礼下 柳如烟会爱上自己 五年后 在我的帮助下 柳如烟一跃成为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带着天才蒙保柳念成 强势回国 三人再次重逢 上演追欺火葬场的戏码 男女主每次争吵 柳如烟为了证明男主还在乎她 故意说出 还是博达哥哥对我好 才不会像你一样 冷酷无情 而我这个深情难配 也在伊藤成的嫉妒下 狼狈破产 还断了一条腿 和丧失了男人的尊严 接受完记忆 我抬头 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苍白的脸上 没有一丝血色 想到外面的柳如烟 我冷笑了一声 既然拿我当备胎 还把我搞破产 那就给我连本带力的还回来 看着坐在沙发上 楚楚可怜的女人 我心底一阵恶寒 脱离女主光环后 她变得那么普通 柳烟 你想我怎么帮你 柳达哥哥 你可不可以和我 柳如烟咬着唇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心里忍不住冷笑 书中对柳如烟的描写 是人淡如菊 不争不抢 倒是我这个男配 尚赶着给她送资源送财富 每次 她都是一副被迫接受的模样 书中这时候 我主动提出和她结婚 还说 不管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我都会当做亲生的 我的视线停留在柳如烟的腹部 里面揣着的 可是未来的天才萌宝 只是没想到 我辛辛苦苦培养的天才萌宝 会在一腾城的挑唆下 黑进我公司的电脑 可以说 我公司破产 他们一家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见我不接她的话 柳如烟极了 她红着眼地拉过我的手 向我说一些引人遐想的话 博大哥哥 在我心里 你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忘掉一腾城那个混蛋 我们就在一起 要是我没得到书中的剧情 我肯定会高兴地立马点头 想着她终于看到我的付出 可在我和她出国嫁结婚后 她一边享受着我的好 一边 摆出人淡如菊的模样 她总会以孩子还小 不让我碰她 回国后 柳如烟还特地给一腾城说 我为了 给蒙宝一个安稳的生活 强忍着和纪博达 那个恶心猥琐的男人 生活了那么久 但你放心 我的身体一直冰清郁结 没让其他碰过 你可要对我好一点 好好好 感情我是你们play的一环 博大哥哥 柳如烟试探性地扯了扯我的袖子 湿漉漉的大眼睛 无辜地看着我 好像我不答应 就是一个罪人 我笑了笑 如果你愿意跟我结婚 我立马跟你出国 听到我这么说 她再也维持不住 但如菊的人设 急切地开口 我愿意 不过 我欲言又止 似笑非笑地将她的碎发挽到耳后 不过 如烟 我纪博达是不可能替人养孩子的 你听话 打掉她 我们就立马结婚 柳如烟有点愣 似乎没想到 一向对她有求 逼应的凌家哥哥 会拒绝她 她眼里含着泪 护住肚子 决绝地摇了摇头 博达哥哥 她是我的孩子 即使你不帮我 我也一定会把她生下来的 既然如此 就请你离开我家 我做出一个寝的姿势 柳如烟彻底愣住了 也许她自己都没想到 她都哭成这样了 我还能很下心将她赶出去 废话 不赶出去 等着被吸血吗 伯达哥哥 我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你 难道我要跪下来求你 你才肯帮我吗 听到这 我的胸腔顿时燃起熊熊怒火 在书里 我被伊藤城搞破产后 不止一次去求过她 伯达哥哥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你一个大男人 找我借钱向什么话 做人要有气节 你就是去乞讨 也要体面些 我只觉得可笑 自己无名无分地帮柳如烟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为什么伊藤城 要将自己逼到这个地步 现在看着眼前的女人 只觉得悔不当初 好在 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柳如烟还在 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 我忍无可忍 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冷声道 柳如烟 我既伯达还没有落魄到 主动给自己头上戴绿帽子 你再不走 我就叫人把你赶出去 我不善的语气 让她的小脸 瞬间变得煞白 身形摇晃了几下 声音拔高了好几度 姬伯达 我给你机会 当我孩子她爸 这是你的荣幸 别给脸不要脸 错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电了 说得好像 给她儿子当爸 是什么天大的好事 我又不是太监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见我没有理她 她气愤地看了我一眼 悲伤地跑进了大雨中 看着柳如烟消失的背影 我不得不感叹一下 女主生命力的顽强 真希望这场大雨下得更大一些 不过 既然要报复扎男贱女 自然得找一个帮手 于是我掏出手机 给伊腾成的未婚妻打去个电话 咖啡里 白婉婉心不在焉地 搅动着手里的咖啡 我看着她的动作 迟疑了片刻 白婉婉在原书里 可以说是白月光的存在 温婉漂亮 琴棋书画样样俱全 可白月光中有一天 会变成白米粒 白婉婉和伊腾成结婚后 动用家里的资源 帮助她在衣室站稳脚跟 后来 因为柳如烟 她被伊腾成抛弃 成了书中的恶毒女配 被送进了疯人院 活活折磨至死 下场没比自己好多少 不知道纪总找我有什么事 白婉婉错了错眉 有些不悦地看向我 我和伊腾成是商业死对头 这时候找她 肯定目的不纯 看看这些你就知道了 我递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 纵使在镇定 在看清里面的内容时 白婉婉的脸色大变 里面全是她出国期间 伊腾成和各种女人的亲密照 酒吧 酒店 车里 看到伊腾成和柳如烟 大尺度的照片时 她的秀眉紧皱 猛地冲进卫生间吐了起来 等她狼狈出来时 我轻笑了一声 好了 这些就是 我想让白小姐知道的事 至于怎么处理 那就看白小姐自己了 买完单 留下白婉婉 一个人默默在原地流泪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白婉婉爱伊腾成爱到不可自拔 可她也有自己的底线 她能够接受伊腾成和别的女人逢场作戏 但不可能看着 她对其他女人动情 回到家 我有些疲惫地躺在沙发上 这个世界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谁又能想到 拥有自己商业帝国的我 只是男女主的配角 结局后 暗淡退场 这时 柳如烟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声音哽咽得不像话 博达哥哥 我同意嫁给你 只要你肯带我出国 我就嫁给你 乌乌 伊腾成就是个王八蛋 为了白家的资源 竟然逼我打掉孩子 我不要 我诅咒他段子绝孙 生儿子没屁眼 博达哥哥 我只有你了 现在骂得这么狠 也不影响成为大女主后 哄了几句 照样睡进了伊腾成的被窝 哦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如烟 你是一个体面人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体面 既然伊腾成不认那个孩子 打掉就是 不 不能打掉我的孩子 没有孩子我怎么 柳如烟的语气明显很激烈 我心里忍不住嘲讽 不就是想母瓶子贵吗 非得打上一个母爱的标签 这本书的作者 也真够恶心的 在书里 柳如烟生下天才萌宝柳念成后 有意无意地出现在男主面前 看到昔日的情人 给自己生下孩子后 伊腾成开始产生愧疚 于是开始追欺火葬场 面对妻子白婉婉的质问 伊腾成变得不耐烦 经常夜不归宿 而柳如烟在知道伊腾成结婚后 明确表示 自己不当小三 更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当私生子 伊腾成为了报得美人归 将白家吞并 妻子送进疯人院 两人happy ending 柳如烟 我真的是给你脸了 让你三番五次地在我面前蹦跋 你凭什么觉得我记博达 会要一个被男人睡烂了的女人 还上赶着给人当后吧 你这种人 就该进垃圾桶安静地待着 博达哥哥 没等他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真不知道人淡如菊的女主 脸皮能那么红 还指望我娶她 给她养娃 做她的保姆和替款机 想得真美 第二天 我收邀去参加伊腾成和白婉婉的订婚宴 女配果然还是 让我失望了 好在 白婉婉为了封我的口 将白家的一个肥的流油的项目给了我 这足够让白家肉疼好久了 既然她舍不得伤害男主 那就让我来吧 我让助理将两人的邀请函 暗中送给了柳如嫣一份 宴会上 主持人简单地客套了几句 接着就是主角出场 我抬眼看过去 伊腾成西装革履 衣冠楚楚 而她旁边站着一袭水蓝色长裙的白婉婉 两人看上去十分登对 我忍不住感慨 白婉婉还真是大度 一根烂黄瓜 也值得她付出下半辈子的幸福 这三个巅工巅婆 救所死吧 柳如嫣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身穿一袭洁白的婚纱出现在现场 她的手里 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话筒 我看着她 走向伊腾成和白婉婉所在的方向 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看着伊腾成紧张的神情 抓着酒杯的手关节 泛着青白色 白婉婉催了毒一样的视线 落在柳如嫣身上 后者浑然不知 坚定地走向他们 好戏开场 就在我以为柳如嫣 会热泪盈眶地向伊腾成深情告白的时候 她却突然将目光投向了我 博达哥哥 我这辈子就勇敢这一次 你愿意娶我吗 听到这话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如遭雷击般僵力当场 完了 是冲我来的 伊腾成松了一口气 笑着举杯朝我道喜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记总好福气 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最后一句 明显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这福气给你要不 我嘴角泛起一抹嘲讽的笑 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我记某人 可从来没有主动给自己戴绿帽的癖好 这种被人睡烂的女人 我还不稀罕 柳如烟这是想让我骑虎难下 可惜我偏不如他愿 我随手从侍从那里拿了一杯红酒 然后 在柳如烟满含期待与欣喜的目光注视下 缓缓地将酒杯倾斜过来 哗啦啦 酒水顺着柳如烟的脸庞滑落 我一脸关切地看着他 现在清醒了吗 这可是上好的白蓝地 不够我再泼点 柳如烟彻底傻眼了 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己伯答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不是一直都喜欢我的吗 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还不珍惜 哼 少他妈在这里装可怜 惺惺作态了 像你这种被人睡烂的女人 多看你一眼 都会让我觉得恶心 我厌恶地朝地上狠狠脆了一口唾沫 我像一旁的助理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可以开始执行下一步计划了 就在众人 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傻眼时 原本播放着 白蓝蓝和伊藤城订婚照的大屏幕 赫然出现伊藤城和柳如烟的亲密照 还有一段很炸裂的视频 视频中 伊藤城跪在地上 脖梗上带着银铃相圈 一个穿着妩媚但打了马的女人 像换狗一样 换着伊藤城 谁能想到 高冷金玉的一室总裁 私底下玩得这么花 我掩饰性地咳嗽一声 没想到伊总还挺会玩的 白小姐有福气了 看着两人的脸红一下子一下 来回变换 我大笑着退场 阿诚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这些照片 我都放在云空间了 伊藤城怒火攻心 好好地订婚宴 变得乌烟瘴气 都拜他所赐 忍不住抬脚踹向他的肚子 柳如烟闷哼一声 痛苦地倒在地上 看着男女猪狗咬狗 心情别提有多爽 为了奖励自己 我打算明天多睡一个小时 第二天去公司 助理一字不差地 将宴会上的事告诉我 宴会上 柳如烟和伊藤城的关系曝光后 白婉婉气地昏了过去 白家当场就放下狠话 以后不会再和一家有来往 伊藤城为了抓住白家 不愿意退婚 跪在白婉婉面前 哭着说他错了 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并且 他还在白婉婉面前发誓 以后只爱他一个人 柳如烟的孩子 他也会立马让他打掉 白婉婉恋爱脑上头 选择原谅了伊藤城这个渣男 两人重归于好 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整个人如同吃了一只沾了屎的苍蝇 恶心地想吐 不得不感慨 男主光环还真是强大 所有人都爱着他 既然如此 我得养精蓄锐 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只是还没等我行动 家里就遭贼了 等我赶回家时 我妈正坐在沙发上抹眼泪 我问她 她什么也不说话 我爸叹了口气 有些难过的开口 你姥姥留给你妈妈的遗物 被小偷偷了 你妈正难过呢 家里之前的东西都被偷了 王妈呢 王妈是干什么的 我忍不住破口大骂 我爸欲言又止 递给我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对不起 夫人 我也是被逼无奈 如烟是我唯一的女儿 她急需用钱 所以我才拿了你的东西 下辈子我当牛坐马地还给你 相信你 也能谅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 请原谅我 我顿时怒火中烧 当即拿出电话报了警 柳如烟还真是好样的 怂恿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 来偷煮人家的东西 我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惋惜 还是该难过 对于王妈 我一向是敬重的 她虽然是柳如烟的妈妈 觉醒后 我从没想过为难她 毕竟是她将我一手带大的 只是这次 她真的踩到了我的底线 没过几天 王妈被抓了 只是她一口咬定钱 已经被自己花完了 警察也没办法追回那些钱 更离谱的是 王妈在被判刑的第二天 就畏罪自杀了 而我们人淡如菊的女主柳如烟 当晚就开直播 撇清她和王妈的关系 镜头下 她哭红了双眼 我早就跟我妈说过 做人要体面 怎么能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 现在好了 我 我可怜的妈妈 我在这里郑重地跟季家道歉 并承诺 未来一定会叫我妈偷的东西 加倍奉还 说完 她深深地朝着镜头鞠了一躬 掉下的眼泪砸到地面上 好不可怜 突然 她话锋一转 妈妈偷东西是不对 可是你们 为什么要逼死她 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妈妈 底下的网友 纷纷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就是 不就是偷了一点东西 至于把人母亲逼死吗 对啊 这一点钱对于有钱人来说 不就是九牛一毛 轻轻松松就挣回来了 怎么能把人逼死 万恶的有钱人 坏到骨子里 坚决抵制济世集团的产品 加一 加一 柳如烟想借此打造受害者的形象 笑话 我会给她这个机会吗 当然不可能 我反手 就将王妈偷的东西 放到柳如烟评论区 大大小小加起来 直到超一个亿了 负债子长 还望柳小姐遵守沉默 看着那一连串数不清的灵 网友破防了 自发地去挖柳如烟的资料 才发现 原来这么多年 她打造的名媛形象 都是假的 照片里的房子 是我家的别墅 车库里的豪车全是我的 这样感觉被骗的网友破大房了 跑到柳如烟的微博骂个不停 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了她 吓得柳如烟连忙注销账号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 有关柳如烟的消息 在网上销声匿迹 再见到柳如烟 已经是五年后了 此时的她 早就没了以前光鲜亮丽的模样 头发枯黄 眼神被生活魔力的暗淡无光 看见我 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急不朝我奔来 伯达哥哥 我求你救救我儿子小成 现在只有你能救她了 真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自信 我会救那个白眼狼 在书里 我陪伴柳念成五年 给她最好的吃穿用度 也没在她心里留下一点分量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亲手拔掉了我的氧气罐 都是你害的 要不然我和妈妈 也不会和总裁爸爸分开那么久 吃那么多苦 在书里 柳念成在我的照顾下 可是从来都没有生过病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儿子怎么了 小成患上了尿毒症 伯达哥哥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救救他吧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见柳如烟 这么低声下气 以往仗着我的喜欢 她可以说是肆意妄为 动不动就朝我大呼小叫 呼来喝去 也怪我蠢 那你想我怎么救她 我点燃一支烟 吐出一口白烟 笑得漫不经心 你给她捐一个肾就好了 等你老了 小成也会孝顺你的 周围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忍不住小生八卦 这个女人可真是大言不惭啊 居然敢要求总裁 给她的儿子捐肾 就是 她未免也太不要脸了吧 也不瞧瞧自己到底是什么货色 她脸咋那么 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 在嘈杂声中 我慢条丝里的卷起衣袖 向身旁的助理投去一个眼色 下一秒 柳如烟便被两名身材魁梧的保镖 强行按压在地上 双膝跪地 我走过去 反手就甩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柳如烟的脸颊 瞬间变得通红肿胀 这一巴掌 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 真以为自己是个香薄薄 谁都尚赶着舔你一口 还想让我给你儿子捐肾 我没弄死那个小杂种 都算好的了 以后见了我滚远一点 不然我真不介意 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生不如死 也许是心中激压已久的 愤愤无处宣现 我忍不住又用力抽了她一记耳光 望着她那张被打得高高肿起 面目全非的脸 我心中竟生出一丝快意 嗯 这下两边终于对称了 如烟 熟悉的声音 让柳如烟身形一晃 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 是伊藤诚 兜兜转转 男女主还是相遇了 伊藤诚一个剑步冲上来 将柳如烟抱在怀里 温柔地拍着她的背 如烟你受苦了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找你 可是无论我怎么找 都找不到你 当然找不到 为了阻止男女主在一起 我可没少努力 我派遣手下之人 隐匿起柳如烟的行计线索 紧接着又偷偷摸摸的故人 搜集一家所犯下的罪责证据 这么些年来 经过我一番背地里的运作摆弄 如今的意识 已然变得脆弱不堪 只需轻轻一碰 便会土崩瓦解 我再等 等一个契机 就是可怜了白婉婉 一枪真心喂了狗 还是走了书里的老路 我都把刀递给她了 她都不知道怎么用 两人结婚后 伊藤诚本性暴露 整天流连在各种花花场所 甚早就不行了 她来找柳如烟 我随意挥了挥手 保安都在睡觉吗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公司了 瞬间 几十个保安围了上去 伊藤诚这才回过神来 慌张地后退两步 急拨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是你告诉我 如烟在你公司 叫我过来接她走啊 她的声音充满了不解和愤怒 什么意思 当然是关门打狗了 我拍了拍手 只要打不死 就往死里打 得到命令的保安蜂拥而上 一时间 整个场面变得混乱不堪 慈起彼伏的惨叫声不绝悦耳 等打够了 我像扔垃圾一样 毫不留情的 把这两个家伙 扔进了附近的公共厕所里 嘿嘿 就让你们在臭烘烘的厕所里 好好反省一下吧 毕竟 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嘛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偶尔闲来无事 观察一下两人的动态 伊藤诚整日和柳如烟 在各种场地秀恩爱 吸引了一批CP粉 在男主光环的作用下 伊藤诚还谈成了与国外ZM的合作 一时间 两人风光无限 也许是为了给柳如烟出气 伊藤诚开始有意无意 打压我的产业 先是举报我 消防不符合标准 接着大大小小抢了我手上的好几个项目 我忙得焦头烂额 没顾得上他们 半月后 我收到了柳如烟的结婚请柬 原本我是不打算见她 但是看着她耐住性子 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 倒是让我刮目相看 在原本的剧情里 我对柳如烟 可以说是24小时待命 下雨天给她送伞 知道她胃不好 亲手给她熬粥 可惜 她从来不领情 我等到下班后 才慢悠悠地坐电梯下楼 刚到楼下 柳星婉就朝我小跑过来 柏大哥哥 有事吗 我一脸冷淡地看着她 我要结婚了 想邀请你来我的婚礼现场 柳如烟笑得一脸娇羞 虽然你那么对我 但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不怪你了 说完 也不等我说话 她就将请柬递到我手里 转身离开了 我望着手中的请柬不禁一阵好笑 在书里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记得她结婚的时候 忘记邀请我 还是我自己厚着脸皮 跟她要了一张请柬 现在想想 也不知道是真忘了 还是假忘了 既然昔日的小青梅要结婚了 我可得送个大礼 不然怎么对得起我书里的结局呢 婚礼当天 鲜花簇拥 彩带飘扬 一腾成一身高定黑色西装 英俊潇洒 柳如烟身披洁白的婚纱 而她身后跟着的是天才萌宝一念景 许多年不见 她和记忆中有些不同了 原本亮晶晶的毛子挥扑扑的 整张脸惨白像鬼一样 完全不似书里描述的软萌可爱 看来 没有我这个垫脚石 柳如烟和天才萌宝过的有些惨呢 我饶有兴趣的 看着笑容满面的三人 笑吧 笑得越开心越好 不然进去了 可就没有机会笑得那么开心了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敬酒时 柳如烟还特地挽着一腾成 给我敬了一杯酒 伯达哥哥 感谢你当年的不取之恩 不然我也不会知道 原来阿诚爱着的人 一直都是我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得意 一腾成也不忘向我炫耀 他宠溺地啄了一口柳如烟的脸 嘲讽道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 看来也不过如此 还是我们如烟有眼光 踹了你这条甜狗 不然得吃多少苦 识相的话 以后离如烟远点 不然就不是抢你项目这么简单了 两人一唱一和 然后当着我的面亲了起来 口水交融 我整个人原地裂开了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眼了 我仿佛回到了原始时代 看了一场真人秀 两人倾够了 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我慢条思理地整理腕表 笑着看向柳如烟 没娶你 真的是我底下的老祖宗保佑 不然到时候 被你怎么客死的都不知道 柳如烟被我噎了一句 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端起面前的酒杯 和他们碰了一下 淡淡道 祝你俩所死 不要出来为祸人间了 等会儿也要笑得开心哦 什么 话音刚落 门口突然闯进来几名穿着 制服的警察 一腾成 有人举报 你公司涉嫌洗钱 欺诈勒索 利用直权之便接受贿赂 获取不正当利益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柳如烟嘴唇颤抖不已 死死抓住警察的胳膊 警察同志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我老公一直遵纪守法的人 你们不能抓他 警察见惯了各种场面 公事公办地说 误没误会 等调查结果出来了就知道了 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 一腾成倒是临危不乱 低头在柳如烟耳边说了几句 然后镇定自若地跟着警察走了 婚礼当天 新郎被警察带走 柳如烟俨然成了 圈子里的一个笑话 哈哈哈哈 某人瓶子贵得豪门梦破碎了 婊子配狗 天生一对 说话的是白晚晚的闺蜜 柳如烟心情本来就不好 又被人这样嘲讽 一时气不过 冲上去和白晚晚的闺蜜 扭打在一起 两人你抓我脸 我扣你眼睛 场面十分热闹 看完笑话 我默默转身离开 第二天 我就见到了楚楚可怜的柳如烟 他一脸倔强地挡在我办公室门口 伯大哥哥 我求求你救救阿诚 我不能没有他 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柳如烟咬着唇 一脸绝望地抬头看着我 伯大哥哥 只要你肯帮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一家的事 本来就是我的手柄 我是傻了才会帮他 你跪下来求我试试 我轻飘飘地开口 笑得散漫 他想过尾身于我 也没有想过 我会这么侮辱他 一时间 他的眼圈慢慢变红 既委屈又无措 忽然 他的眼神变得坚定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闯进我的办公室 还反锁了门 接着 我就看着 他将自己的衬衫扣子解开 还将丝袜撕破 纪伯大哥 既然你不帮我 就别怪我无情 你信不信我告你强奸 你也不想自己颜面扫地 成为人人喊打的强奸犯吧 看着他 一切竟在掌握之中的表情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柳如烟 你是不是出生的时候 把脑子忘在娘胎里了 我不告你诽谤就算好的了 我指了指他头顶的监控 柳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煞白 直挺挺地跪了下来 纪伯达 我求你了 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勤奋上 舅舅阿诚 念念 不能没有爸爸 你不是喜欢我吗 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忙都不肯帮我 听到这些话 我只觉得讽刺 要不是他明里暗里 暗示我还有机会 我怎么会白白浪费这么多年在他身上 最后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真是可悲 可叹 可恨 我一脚踹开了他 抬起他的下巴 看到他眼底的不甘和愤怒 冷笑了一声 一家被查 还是我举报的 你是不是恨不得杀了我 他气得浑身颤抖 伸手想来抓我 却被我一巴掌扇到地上 你知道你在国外这几年 为什么过得那么惨吗 还记得Mr.Chan吗 听到这个名字 刚才还不甘的女人 吓得浑身颤抖 手脚并用的向后爬去 不 不要打我 我知道错了 听着他的风言风语 我冷冷一笑 拿起桌上的水 毫不留情地泼到他的脸上 Mr.Chan是你在国外的第一任丈夫 被你害得倾家荡产后 将你关了起来灵虐 还挖了你儿子一个肾 我说的对不对 柳如烟气急败坏地冲上来想打我 却被我死死拽住胳膊 又不是我害你的 跟我喊干什么 几博答 你这个魔鬼 都是你害的 你怎么不去死了 这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 滚吧 没对你下手 已经是我手下留情 滚得远远的 别再来恶心我了 也别想着报复 不然你和你的孩子 我都不会放过 柳如烟来的时候有多得意 走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我早就不是那个 受剧情影响的身情难配了 至于我为什么放过他 当然也是有别的理由 有时候 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 只是没想到第二天 我的名字就上了热搜 这件事 还是我的小助理告诉我的 原来 是凌晨三点 柳如烟在微博 发了一篇关于我的小作文 她告诉网友 因为追不到她 我因爱生恨 偷了一世的机密文件 字里行间 我被她描述成了一个人渣 跟踪她的变态 她还有模有样的 辟了几张和我的聊天记录 女神 你睡了吗 我想你想的发疯 女神 你穿超短裙的样子好美 好想 把你抱在腿上弄哭 女神 你怎么能和别的男人对视 好想挖了他们的眼睛 女神 让我当你最忠实的舔狗 除了我不能有别的狗了 在她的聊天记录里 我就是一个猥琐变态 疯癖的神经病 为了增强可信度 她还放了那天 在我的办公室撕丝袜的视频 从画面里 她声泪俱下地跟我控诉后 我一气之下撕了她的丝袜 打算用墙 我公司的官方微博炸了 网友纷纷跑来骂我 人渣 变态 赶紧去死吧 人家女神不喜欢你 就恶心地跟踪小姐姐 真的是神经病 好恶心地恶臭男 赶紧去死 想吐 以后再也不会卖技师的东西了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是柳如烟的天才萌宝出手了 不过 我有的是证据 我让人 将柳如烟在国外的点点滴滴 都发在了网上 让网友吃了好一波挂 在国外 柳如烟打着千金大小姐的名号 坑蒙拐骗 甚至在公共场合抹黑国内 说国外的空气好香 好甜美 还说在国内 她老觉得呼吸困难 后来 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绅士 把人家骗得倾家荡产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类似的情况还有好几件 更过分的是 为了赚钱 她打着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的旗号 将好多去国外的友人 骗到自己住处 然后将他们迷晕 送到富豪房间 看到这一条条证据 有热心网友纷纷喊话 官方彻查柳如烟 柳如烟一看苗头不对 立马注销了账号 不过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很快 柳如烟就被逮捕了 就连天才萌宝 也被送进了少管所 男女主的剧情 也算告一段落 两人出狱的时候 我还好心地去看了一眼 他们身上早就没了男女主光环 看到柳如烟 一腾成明显一愣 随即抓住她的手 柳如烟 不是让你去求那个田狗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是坐了五年牢 我去了 可是她不听 呜呜 柳如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沧桑的脸上 早就没了当初的颜色 整个人形同哭狗 两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抱头痛哭起来 透过车窗 看着两人狼狈的模样 只觉得心里够痛快 他们身为男女主 本来付出的努力 就比别人少 却仍旧踩着别人的尸骨上位 我是男配 可我的生活 不能只有女主和男主 小角色 从来都不是成为别人 垫脚石的借口 全文完